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 我是Ivan 那欢迎大家今天回来ZFounder的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又继续带领更多年轻人去认识这个商业世界 那Ivan 其实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昨天我在小红书华的时候 我又无意中看到一个post 是关于Zazz Coffee的这个公司的爆表 结果里面的留言是瞬间爆炸的 因为很多人讲 Zazz Coffee竟然那么赚钱 因为他们的营业额在2022年的报表来讲 是86个million 那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你们哪里拿的这些info 其实很多公司的这些财务报表 你都能从Easybeast的这个SSM去download下来的 那我过后就立刻去做了一些 比较简单的这些search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两个人的账号 都有Zazz Coffee满包款的这个文章 我的是介绍创始人 你的话也是大概是他的创业故事 那我就发现到目前截止2023年9月 他们大概有286间分行 它的APP下载总数量大概有1.8million个user 那那个是什么概念 如果我们以马来西亚的总人口来看 1.8million已经是5个% 这个很恐怖 如果我大概说 如果我假设5个%全部是华人的话 已经有1.4的华人在用那个APP了 你知道很恐怖这个东西 所以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觉得咖啡在这个时代 它是一个可以令人上瘾的一个东西 我自己本身来说 是每一天是非喝不可的 我一起生过后 如果我没有喝一杯咖啡 我会觉得 这么今天好像怪怪这样子的 一定要去购买吗 还是是说会在家里冲 对对对 就是我会去购买 可是这时问题就来了 因为你问到这个很好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一杯咖啡的 gross profit margin 其实是70到80% 70到80% 这个是极度的智商水 真的是 意思就是说 咖啡都可能只有整 加它的杯 可能只有30多仙 可是你买的时候 你买3块多 或者整4块多 如果这个是以美金来看 美金来讲的话 这有整80%的margin 所以你有什么看法 你对此是有什么看法 我之前是专门做banker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时常会有荣幸 去拿到这样子的财报 所以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 Asking咖啡很正常 饮料行业不是咖啡吧 饮料行业 对对对 所以是很正常的东西 可是从这个事件里面 其实很早之前 我自己本身有考虑过 要去进军这个行业 可是不是Just的 这个咖啡的牌子啦 然后我们有 我们每次做生意前 我们一定会先去那个e-business 或者是c-toss里面 我们会去买它的财报来看 对对对 所以只要今天你是创业 然后你想要知道这个行业赚不赚钱 那你们第一步要做就是去e-business 或者是去c-toss里面 买对方的那个report 买你competitor的report 那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想要知道这个行业到底赚不赚钱 那可以给小伙伴们知道就是Sendrian Berhad的report 是一定买得到的 Enterprise的话他们可能不会update 对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 然后到了第二点 当我自己要进军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饮料行业都是这么好赚 Even年轻人是在咖啡店里面 茶水档口的老板 永远都是会比较好赚的 可是我从这个事件里面 我看到很多人会跟我一样 想要冲进去做这个咖啡行业 因为我是创业的嘛 所以你创业也会想 我可以赚钱 我可以进军 就看到那个暴利 你就看到那个暴利好像很好赚 可是以long term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Juice Coffee 他们为什么会爆 首先像Guy Jin有讲到 他们的APP是很gang的 1.8个million的音色 很多小伙伴讲 他们是被咖啡耽误的科技公司 对 可是其实错了 他是以科技来打底 来用酱为打击去你的那个咖啡品牌那一边 所以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过后当我想要再进军的时候 我想好了 就是我根本跟对方来比 我没有competitive advantage 就是华语要讲讲 competitive advantage 我没有优势 就是说你可以开那个店 可是我为什么要跟Ivan买 可能我会跟Ivan买 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 可是如果是陌生人 上不上菜 我就 对 你就不可能会买 然后另外一点 人家的marketing strategy 是很gang的哦 很够力 对 而且人家的location wise 人家选店的咧 然后人家资本又比你大 这样玩法是不是更大 所以我就想了很久 我就觉得不行 我完全没有跟对方竞争的一个cateria 我完全没有那个条件 总之就是比不上 人家是降维打击我 非常理智的创业家 所以幸好你没有进 对 今天就看不到我 就bankrupt了 没有啦 还会请 可能他的人设就更有趣了 变成bankrupt过的banker 但是我觉得 Ivan分享到蛮理智的 但是如果我挖深一点来看 因为我本身每一天 都有在喝咖啡 我就心想说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都蛮喜欢 Let's say Just Coffee 这些东西 因为以前只有Starbucks Starbucks来说 就可能一杯都16块 17块 18块 贵到都20多块 甚至有一些 真的是会点的 加这个加那个 可能30多块都来了 那这时候呢 Just Coffee出来了 有6块9啦 又有10块9啦 就是10块钱以下都有 可能可以喝到一杯Just Coffee 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 但我本身就是 还是比较喜欢 Coppy Tial里面的3块3 3块3的咖啡 但是我会highlight这点 是因为我想聊一聊 年轻人的 在咖啡的这个 spending habits 就是他花多少钱 在咖啡上 如果一天是10块啦 一个月就300块了耶 这个其实是 他们没有看到的 这个支出耶 还蛮重的耶 这300块 很重 如果对于刚刚出来 毕业才薪水2500到3000 对 可是他们看到这个钱了 很多都是这样的 就跟奶茶都是一个概念 你讲到这个故事 让我想到一本书 它叫做贫穷的本质 我不懂你有看过吗 没有 它是一本讲 OK 它in short这个作者 主要这整本书在讲说 为什么世界上一个国家 你一定会有那些极度贫穷的人 就是1%以下 那他们就探讨说 这1%里面的人 为什么一直跳不出来这个框框 所以它里面有讲到一个点 就是类似于刚刚这样子的 当穷人的时候 你手上给他可能有救济金 Allowance 500块政府给的啦 他们第一件做的事 你觉得会是什么 靠劳自己 对 你讲的太对了 就是他们会先选择靠劳自己 而且他们调查中会发现 by right 以logical 听听来讲 你今天是已经很穷很穷 就是一天 你已经没有办法花超过2块钱 你可以找2块钱 2块钱 所以你一天 基本上真的是很难过活的 就是有一餐 没有一餐样子的感觉 可是当他们政府 给他这500块 他们发现到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 不是去买面包 不是去买米 他们反而去买那一些 很奇怪的糖 OK 他就要买糖 然后这个研究 这个Professor 他就研究出来 他讲因为那些穷人 对他们来讲 每一天 就是他们有一种 叫做习得性无助 就是他觉得 我已经永远都没有办法 跳出去这个框框 所以我甘愿 就是说我今天有这个钱 我就去花这个钱 所以我想要先快点 拿到我的快乐 OK make sense 那其实另外一个话题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 瓦身一层来了 就那时候 在这个财务报表的 这个评论区 还有一个比较 就是财商的小伙伴 也有指出说 哎呀 Zask Coffee 他做到86 million 又怎样 他够我们的龙头大哥打 也就是Starbuck 那听说Starbuck的 revenue是800个million 也就是Zask Coffee的10倍 10倍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 很简单的 就把他们两个来做 direct comparison 就是拿来比较的话 800 million revenue 当然是比86 million revenue大 但是 你觉得Zask Coffee 真的是没有办法 去夺到这个龙头大哥的位置吗 我先给我自己的观点 我是觉得Zask Coffee 跟Starbuck本身 不是同一间理念的公司 就是他们理念是完全不相同 我有看过他的创始人分享过 他们跟Starbuck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有说Starbuck呢 他很注重地方 跟内容的一个experience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跟你的client有meeting 或者说你要跟任何人 有任何的交流 你都会选 比如说Starbuck 因为他环境比较优美 对 你可能不会选Zask 因为Zask第一 他大多都没有地方给你做 对 而且也非常的超 因为他地方很小 那这时候呢 那个创始人就讲 是因为这样子呢 Zask就省了很多这些 没有必要的这些空间的 Rental fee 然后他就可以focus more on delivery 还有就是打包 take away 就是你买了你会走 那其实我蛮赞成这样子的理念 因为一开始 这个视频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讲过一个咖啡的 gross profit margin是70到80% 然后不知道Zask coffee的是多少 但是有聪明的小伙伴都能算到 就是说听起来很好 70到80% 但是你还要加买你的员工费用 你的Rental fee TTTT一大堆 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可是Zask coffee就很聪明 他把Rental这大块的费用 已经拿出去了 或者缩小 那这时候呢 他的盈利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是一个 比较可观的一个渠道吧 这个就是他 那个创始人说 跟Starbucks不同的地方 我是蛮喜欢的啦 其实这样子的思维的话 我agreed Gene for那一个 就是Starbucks跟Zask coffee 他们的概念真的不一样 Starbucks主打的是第三个地方 第三个空间就是 我们通常在家 第二个就是工作 第三个空间就是Starbucks 然后他们 其实Starbucks在 before MCO前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开始put in 那个drive-thru的那个东西 所以其实他有 profit落过的时候 他落了过后 他们try to要换成 这样子的concept drive-thru 然后给很多人complain 因为Starbucks原本主打的是 第三空间 可是sutely你叫 一个drive-thru进去 so让很多人觉得 这样我今天去Starbucks 为什么我要特地 绕了一圈去打包一个 可能跟MagD 或者是Zask coffee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那个体验变了 对 体验变了 就是目标也不一样 原本创办人的目的是 为了第三空间 可是现在可能 他现在CEO打算 就是我们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变成目标不一样 那Zask coffee跟Starbucks 能不能够比较 如果有一天Starbucks真的打算 我完全做drive-thru coffee的话 那我相信Starbucks绝对 有本事打败Zask coffee Starbucks有本事打败Zask coffee 对 你是觉得这样子 是 因为你要知道 首先资本来讲的话 他就已经很gank了 可以说Starbucks的老板是谁 Starbucks真正的老板 我不知道啦 Berjaya 就现在马来西亚的话 是Berjaya老板啦 so你要知道 当一个资本主义的人 来打你的话啦 那我相信Berjaya老板最厉害做就是 既然你要跟我做compete 这样我买上来你 他连打都不要打 直接买你 你干得很不错 可是你这样子就 踏入了Zask coffee的陷阱 因为来到视频的最后 我觉得 最后一个论点就是要聊 Zask coffee到底在卖什么鬼东西 因为我 今天还没有录制的时候 我在车 off了我的engine 就划一下他电话 我又看到一个Zask coffee的广告 就是他跟Patreon有合作 90千一杯咖啡 90千一杯咖啡 很多时候评论区也有小伙伴讲 真的搞不明白Zask coffee在做什么 你很少看到Starbucks 或者其他咖啡品牌 会做这样的东西 买一送一 买一然后又不用捡十多块 差不多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Zask coffee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创始人 其实不是一个人有几班人的 然后这些人呢 大多都是来自新创权 都是马来西亚新创权的传奇人物 也就是退过厂的 那有几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啦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结合了一个传统行业 结合了新创的玩法 就是他觉得说 我用用户的裂变成长模式 就是一个人invite一个人 都一遍十 十遍一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开头影片 有1.8 million个user 对 所以到最后他会怎样退场 你问我啦 如果我是站在新创的angle去看的话 我觉得到最后他是希望有人来买 就是他希望有一天Starbucks 一直觉得 这个老鼠 这个老鼠一直在我旁边转来 转去 很鼓烂了 我就直接把你买上来 可是这时候Zask coffee的人就 很开心了 终于有人来接盘啦 大家这次只是有什么看法呢 就来到最后啦 我本身都觉得他会被 他一定会想办法打包卖掉啦 你是觉得他还是 往这个卖掉的这个angle啦 对 毕竟 我觉得他的梦想 不如Starbucks的来得大 以长远方向来讲 我相信Zask coffee后面的创始人 他们最终目的 也是要把这个东西打包卖掉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 interesting的另外一个topic 可以聊一下 退场机制啦 下一次 那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希望大家呢 喜欢这期的影片 期待我们下一集啦 好 谢谢 拜拜